另外一件事就是说 国民党他的观点就是说 这不是战略模糊 这是战略迷糊 就是拜登讲错话 对对对 对那你不要相信拜登话 所以才会有说 叫拜登把白纸黑字 写下来这种话 你怎么看国民党这样反应 这是国民党一贯的态度 那我觉得赵绍康讲这种话 就是让人觉得 哇天啊你好low喔 你怎么这么的失礼 你怎么这么的丢脸 我觉得同为台湾人 然后有一个人这样子讲的时候 有一个这个政治界的 这个重量级大咖 讲这种话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好惭愧 好羞愧又想遮住脸了 因为他完全无视于 世界的安全结构的改变 他也无视于 台湾地缘政治的重要性 他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他只愿意相信说 美国不值得相信 他只愿意放进以美论 这是国民党一贯的态度 美国好 美国啊美国人不管讲什么 都不要相信他 你写下来 你白纸黑字给我写下来 拜托 你背上有赵绍康中心吗 你没有赵绍康中心 我怎么相信你是要赵绍康中心 然后这么无知的人 这么对于世界局势不了解的人 然后他告诉你说 我告诉你我要选总统 我觉得有点像是 无理取闹前男友 就那个行径上 你无赖 人家帮助你 你谢谢 你当然最重要的是 壮大自己嘛 然后有人愿意帮助你 非常感谢 然后人家说 别人要帮助你的时候 写下来 我不相信 你给我白纸黑字 这 很幼稚啊 对 就是无理取闹前男友的那种行径 比如说我跟你谈事情 我就说没问题 你出事我会挺你 那你不但不说谢谢 你还说我不信 你给我写下来 这不是很幼稚的事情吗 我觉得那个层次真的太low太low了啦 就是说如果要选总统 你不能够忽视说国际上面的这些最新的变化 那在这种状况底下 然后你只愿意相信 你所相信的就是美国人不可相信 那我会觉得哇 那所以你要不要告诉我说 你就直接了当地说 你只愿意相信中国 你只愿意跟中国站在一起 因为美国人不管做什么你都不相信 美国人的猪肉你也不相信 美国人的什么都不相信 美国人说拜登已经讲了四次了 可是你还是要不相信 那我就不知道你知道 刚刚国民党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子的 到底为什么要看到台湾被人家糟蹋 你才会相信 OK好 非常谢谢时期解分 那我们请于将军到这边 当然美国你有很多事情 你不见得要相信 坦白讲这些事情是你个人的抉择 可是美国的武力 美国的战斗职 你不得不服这场战争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美国人真的很会打仗 可是这边要有一个民调 是面对中共可能武力犯台 民调有49.5%的人 不认为政府有做好准备 就像赵浩康刚讲的一样 拜登讲的话 如果有这个 我就要把它变成白子黑字 我跟你讲 如果信守承诺的人 嘴巴讲就够了 不用白子黑字 那种无赖 像中共你叫他签100份合同 都是假合同 都会跳票 我的天命 我现在总的